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 今天肥坤的位置 我又来到十六浦对面 这座新的大厦 来到这个位置 想起以前 未建这座新大厦之前 这座舖 就大过这些舖位很多 差不多一个两个 现在的新店 全部都未开张 未有人顶手 回想起以前 这里 顺着去 应该是 卖盐 卖石油器 中国旅行社 有一间是 旅馆 卖柴盐 酱油 卖炭 以前很旺 对着 佛山码头 这里是联银行 这条街叫美基街 当年未有新大厦之前 这里一辣都是单车店 在整个地方 还有熟食荡 炒热又炒热再 설�ayo 第一条路口应该是海边新街 再下一条就是通商新街 这两条街,以前记得全部都是卖土特产的东西 咸酸濕低,酱油,罐头,海味,批发市场 现在建了新大厦,这区反而更加冷清,更加没有人走 虽然开了很多店铺,全部都关门 现在我看到这个门牌写着 加进宾馆,新开张 我记得以前这个位置过少少 还有家很出名的 我们年轻时代叫大精神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光顺过 想当年我走过这个位置 有个小姐姐问我 小哥哥,要找不找姐姐? 那时候肥群都不懂 这里有很多 姐姐不会站在街上 只有一位阿嬸站在街上 通街拔客 大一些肥群都知道这里叫老举寨 这应该老举寨 就知道跟老举 vier 又是绝不懂的 vorstellen, dream 你nd今这部... 这个是蛆虫瓶前地 以前扣标是开舔标的 以前还有一部队铃 现在有一部队铃都拆了 现在有很多设备 晚上燈光影节的设备 这幅彩画的后面有一幅旧的地盘未拆 回想起以前这个位置就是中国土特产 后期改了中国国货 这里又是做批发的 今天肥坤又逛逛草堆街 草堆街始终都是静的 进入草堆街 回想起以前的这里很旺 现在人都没有多 以前人来人往 这一路走过去 我记得这里有一档是叫三块瓦 三块瓦是卖凉茶的 卖凉茶是大声工齐名的 以前很多人光顾的 以前很多店铺 现在全部都关门了 那些旧店铺 现在开的店铺应该是自己的 物业 否则很难顶 整条街都非常冷清 整条街都非常冷清 有些旧店铺都拆了 有些重新再起个房子翻新 整得几美 间中有一两间 我们继续走草堆街 草堆街 旧店铺基本上全部都 结业了很多 亦都没有多没有开 以前这都人来人往 人多车多 人多车多 在太平电器博物馆 应该是自己的物业 站得几硬正 在太平买电器的 上面有一个博物馆 是展览旧电器的 来到木桥街 木桥横街 以前有个小雀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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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桥街 以前这都 有开锁匙 火门帝开档 现在不知搬到新桥那边 也有些博物馆 以前叫万有书店 这条街 木桥街 对面就是 烂鬼楼 看 想起来 这些东西都涌出 以前这些东西 有很多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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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也有很多 现在差不多七八成都关门了 因为小部分都开了 今早这个时间是中午11点 看上去已经人多了 我想早点 反正还没有人走 现在晚点 有几个日子 来到这里 有档云吞面 也是有开的 不过 现在日头就关门 可以开夜晚 珍妓 亦都出名 这间天城金行 也是老字号 自己物业 自己物业 开档的旧店 真的很少 啊 啊 记得以前这里有这么长生店 啊 买些 受众正寻的东西 现在可能搬走了 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角方 国防 国防百货 不知道是否跟以前的老板 以前是葛光在绍 Grözmberg 老闆姓周 我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现在这间 都叫做有些人走 在这里 这一辣旧铺就应该都 没有开门很久了 在这间眼镜铺 都还有开门 几兄弟 一人一间 隔离玻璃铺 亦都是老字号 这些眼镜铺 几十年历史 我们年轻已经光顾买眼镜 走到这个街口 晚上有当时煮饭 不过有很多时候休息 大部分都开 冬了放出来 17号才开 晚晚很多人在这里打包 这边是中西药局 这边是中西药局 以前这里上面是烟馆 旁边一栋身一栋舊 很大的对比 有很多地方拆了 就没有建立 做了停车场 这边真的很多旧楼 如果要拆,就要一段時間拆 我走出去大街,上面是石閘門 關前街口 它很安靜